五谷区新真理用心推行动健康 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课程以及活动 鼓励长者以及里民们一起来活动身体 其中开课多年的外单工 现在把地点移到了福星宫集会所 希望更多人一起来练习 学集会新真理民跟着老师一起外单工 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简单轻松的动作 其实整套做下来也是会流汗 最重要的是可以吸引更多的长者一起活动身体 这些里民几乎都跟着老师学外单工好几年 不少参与的长者从过去肢体无法自在活动 到现在可以完成每一个动作 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把练前我因为就是不小心中风 后来我们这位书姐他就一直叫我来 你还练外单工很好 那当初我走路还是不是很方便 那我就去练 陈房我们书姐还有其他好几位 书雄书姐对不对 一直来教导 那后来我慢慢就感觉身体慢慢的好起来 原本在户外进行的外单工课程 现在也把场地移到福星宫一楼的集会所 无论晴天雨天都能持续上课 让参与的里民养成固定运动的好习惯 记者沈仲林景瑜五股采访报道